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学在座看的讲座 那在座应该有很多 都是我们的志工老师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三楼的展览 如果还没看过三楼展览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是 透过四个主题 包含政治 国发外交 然后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教育的部分 他来介绍蒋东正总统 他在就是从事台湾的时间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如果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活动结束之后 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 再到上面去看一下 看看跟今天三位老师分享的内容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就是做 对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会跟我们分享的三位老师 第一位是国立政治大学 台湾史研究所的薛华文教授 薛老师好 好 再来一次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许文堂部研究员 薛老师 你好 来 最后一位呢 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台湾文化研究所 薛华文教授 薛老师好 好 好 那等一下你们为老师 分享的时间量是25分钟 那我们会保留5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做提问 讲到2280点讲 你看物价飙涨 严重的问题是2280的中央背景 可是 一般我们都忽略 那请问2280点以后 台湾的经济动化有好吗 通往膨胀有解决吗 没有 所以后2280的财经状况 比2280更为的延均 只是相对我们在历史过去的场合中 对这里观照比较不足 这是前面跟大家解释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因为经济大 中国大陆的经元宣传 中国的通膨膨胀 那是台湾的N倍 我简单说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1950年代台湾的通膨膨胀 是两位数的通膨膨胀 这两个月数的通膨膨胀就很严重 假如一个政府在执政说 今年通膨膨胀达到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那那一年的选取执政长就会成能循 可是因为大家不了解 在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 通膨膨胀是10的N次方 10的N次方就是说假如1就是涨十倍 2就是涨一百倍 3就是涨一千倍 不好意思啊 我还讲的不是10的3次方 还要再更多一点点 还要再更多一点点 那这些 这些严重的这个通膨膨胀的问题 很多时候这个汇率会产生 那中国大陆做了金言券的改革 之后黄金做准备 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呢 他的收入不足够做金言券扩张的一个节目 那我刚刚就讲到这个周鸿庆事件 周鸿庆事件因为他被抓去 去审查就是出租境官邸去询问 他到底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他一下子跟 表示他要投诚到台北来 到台湾来 一下子又说他要回中国去 所以他表示他内心有极大的焦虑 他可能因为那边有家人 所以被 有各式各样的恐吓 所以 最终 在1月的时候 1964年1月9号 北日冷决定说 依照他的医院 送回大阳区 那这时候 整个台北都炸锅了 如果去翻译一下当时的报纸 就是 通通主张要 抵制日过 对日断交 怎么可以把一个反共议事 遣送到回去匪区 当时的用法 就是共匪匪区 那么这就是一个导火线 那么整个 中华民国的外交 在 完全是在 蒋中正一个人的领导之下 那这是更晚一点 像那个什么韩晨生 什么许子庭这些人 那他们都是从本来 都是十几年 十年十二年 最后都被 判死去 那这个过程就是 经过合复的结果 还产生这样一个 一个所谓的 刑起的一个变动 那 这是一个 例举 但不是只有这些 刚刚已经讲过 在现实中 观察一个人 都揭入了 四千多次 那还有其他的 参考总长 其他的参军长 那不知道加起来 就太多了 那 这个是大概就是例举 给大家思考 好 那这个我们就帮 拿几张档案 这档案好像也是在 我们那个展览里面 来看得到 那这是一个 叫徐慧智的人 被控判案 他本来 因为自首 按照自首应该要解析 那本来是 他们保证判他五年 那他们的 这些项目 就往上乘 陈奥总统那边去说 那如果五年就太低 那干脆再高一点 判十五年好不好 就总统总统直接批斥 英籍枪决可以 那就他从原来十五年 他被考虑为十五年 所以就直接被枪决 那这个 这个档案其实在 我们上 他常看到 这是被他做一些 一些一些 这是把他当一种秘书的 之前他们就把他用 再来一个表现 来表现那个时代 所以 这恐怕是 台湾在过去长期来 还是恐怖的 之所以很恐怖的 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 这个用 依法处置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用 合复单案例 恐怕也很难完全去做解释 我想这个 今天讨论合复制度 应该是 方案向的 麦诱里面来理解 可能是比较恰当 好 那 最后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在上面讲这个 合复制度 那稳近 助长会有一位 找一位学者 也写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台湾区市审判的制度 也有类似的一些资料 那当然讲 比较多的资料很像 助长会的统计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助长会的网站上去看 那这个算是一个 延伸的 一个地方给大家参考 好 那以上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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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